第一時間的一個選擇 還是以三分外線的出手 來做第一個選擇 因為從第一節的數據來看 12次的三分外線出手 就可以知道他們的選擇 在團隊四投零中之後的 第一個三分球 由林智傑投進 不是別人 就是野獸 The Beast 所以要必須得更多這種 控球的角度來做 哎呀 開幕戰的野獸 就開無雙了 在第一節替補上來 就得到全隊最高的五分 第二節又率先投進了球隊的 前兩季三分九 上半場的林智傑得分 已經上雙來到11分了 最主要是三個原則 一個就是要公開 所以我們做任何事情呢 不管是企業也好 我希望可以把這個文化 帶給P League 非常透明化 不管我們做什麼事情呢 跟球隊 跟他們商量呢 我們希望可以跟大家 告訴大家 公開 因為這個非常非常重要 對一個很Healthy的一個League 而且一個非常健康的一個文化 這個呢 非常非常重要 對我來說 對我本身來說 要非常透明化 第二個呢 就是要公平 公平 我們有六支球隊 我希望他們今天比賽 他們在競爭的時候 他們覺得說 不管怎麼樣 It was a fair competition 誰贏 誰輸 都OK 但是那句話是公平 You know We won fairly We lost fairly 這個非常重要 然後呢 最後呢 就是要公正 希望說每個球隊 他們今天進這個P League 他們覺得說很值得 很equitable 可以得到一些東西 所以我覺得這三個原則 是我一個非常大的一個目標 然後呢 希望可以跟我們的團隊 一起去分享 這些 這些原則 我想最主要是 我們Blacky 因為Blacky 是Founder 對 他是把這個 League 做起來的 所以呢 他的背景跟經驗 還是很豐富 還是有 那我想這個也是 對League 對這個全部這個 籃球的一個 一個背景 很有價值 那我想說今天 過去這 這是第四年了 每個企業都要有一些 進步的空間嘛 對不對 所以呢今天有Weber 也進來 因為他的背景也是很豐富 對媒體 對行銷 各方面呢 就是說你看嘛 今天從一個企業 從0到1 需要一些Skills 對不對 你今天創業一個公司 你看 不管是大公司也好 Google Yahoo 從沒有到有 是Founder 對不對 但是從1到5 5到10 可能需要不同的一些經驗 不同的一些Skills set 對不對 這是很正常 一個企業 所以說你說今天一個Founder 很多大的Founder 你看 都不是 都不做了 因爲什麽呢 他要給專業的經驗人去做 因爲他們有些經驗 Founder可能沒有 所以這是非常正常 那對一個企業來說呢 這是一個很正常的一個成長 對不對 因爲你看嘛 這是第四年 四年到五年 五年到六年 十年 可能也需要不同的一些技術 不同的一些know-how 不同的一些經驗 很可能會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這是蠻正常的東西 我們也非常感謝Black League 過去這三年 對不對 因爲也帶動了很多 因爲今天過去這三年 這四年 我們不能否認說 台灣的籃球也進步太多了 對不對 包含今天收視率 你先今天是全部賣完的票 這是一個好事情 對全部籃球來說 不是GP League 對全部台灣籃球 過去都是看棒球 看其他的體育 但是現在我們可以看籃球 我覺得這是大家 對籃球 對球隊 跟籃球球迷是個很大的成就 對籃球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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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籃球隊